新加坡中华文化促进会 新加坡中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新加坡中华玄学研究院 联合举办大型讲座 中华玄学大观之玄学不玄 大家好,我是云林 我们将会在5月31日 星期天展开一项大型讲座 中华玄学大观之玄学不玄 主办这项讲座的目的 是要告诉大家 玄学不是迷信 它不是江湖之术 它可是大雅之堂的学问 所以玄学不玄 它是可学、可用、可成、可化 乃是生命进化、高度人生的必备 所以非常荣幸能够邀请7位 重量级名师和我们分享 一补星象山这门学问 投资一天的时间 一次过听完7位重量级名师 和你分享一补星象山 让你终身受益 大会主兵新加坡开国元勋 李炯才前任部长 曾任新加坡教育部政务次长 文化部政务部长 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 新加坡驻阿联共和国 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印尼、日本、韩国等国大使 现任新加坡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讲题青春之道 如何在高龄时保持青春不老 生强体壮 一养天年 中华玄学正统传承 太上法脉第25代传人 张卜生老师 新加坡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 新加坡中华玄学研究院院长 新加坡中华文化传播公司总编 讲题一 中华玄学大观 大雅之堂的学问 何谓中华玄学 玄学乃大雅之堂的学问 讲题二 玄学不玄 生命再造高度人生 玄学不玄 可学、可用、可成、可化 生命进化高度人生 著名中医师王志健医师 1987年毕业于 中国上海中医药大学 或医学学士学位 受邀在新加坡华文电视台 第八播道 午后闲情节目 任特邀讲员 王志健医师擅长 以现代医学的思路 综合中医学的方法 治疗疾病 尤其是在中西医 理论指导下 运用中医方法 进行无损伤治疗 讲题 中医不玄 科学的对待疾病 很多人误解中医 到底中医是不是科学呢? 命理八字专家 周杰林老师 周老师研究命理八字近20年 是新加坡著名的 命理八字专家 讲题 健康实相 八字里的讯息 从四处八字里 如何分析您的健康性格 如何改造命运 高度人生 著名中医师 蔡静涕医师 新加坡卫生部 注册中医师 针灸师 中华医院 大巴窑总院 医务医师 新加坡中医师 工会会员 讲题 悬医与生命实相 何谓悬医 与人体生命 有何关系? 人的生死 是怎么回事? 人是怎样生 死后去了哪里? 人体影态系统 对健康的影响 紫微斗数专家 林瑞祥老师 研究紫微斗数 近三十余年 对紫微斗数 中三合四化的运用 深有体会 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尤其是紫微风水 更有独到心得 曾在新加坡多所学会 教授紫微斗数课程 深受学生爱戴 逃离满门 讲题 紫微斗数不学 紫微斗数难学吗? 从四化飞行的角度分析 风水专家 廖锦华老师 国际风水师协会 IFSA认可的风水大师 擅长于风水和八字 讲题 风水之道 一阴一阳 两重世界论风水 风水师在古代被称为阴阳师 阴与阳风水 包含了什么? 了解显态和隐态 对人有何影响? 票的原价是199元 现只需99元 还超值赠送 道家修炼秘书和长生不老 内经图揭秘DVD 现在你可以网上订票 www.ooss.sg 或者订票热线91573080 赶快行动立个购票 请不吝点赞 订票